桃圆市政府和日本湘川县从105年开始签订友好交流协定 双方在体育和观光方面密切交流 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 睽違近四年 湘川县议员再次来到桃圆市政府拜会 相谈甚欢 日本湘川县议员连田手工率队拜会桃圆市政府 包括副市长苏俊斌 秘书处处长许淑珍 教育局局长刘仲成 官吕局局长钟博英等人共同出席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缓解 终于再一次等到双方交流的这一刻 2016年 我们跟桃圆市这边的交流 自2016年签订 减免城市之后我们就开始交流 那在体育项目的话 我们也是在2016年开始就进行了女子高中离球的交流 但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 我们中断了四年的交流 那我们今年12月呢 又能够重启我们女子离球的交流 我们感到非常的开心 桃圆市政府和日本湘川县 从105年开始签订友好交流协定 双方在女子累球 棒球 马拉松等项目相互交流学习 苏副市长表示 期盼双方扩大体育和观光交流 这些年在原田区议员长期的支持之下 桃圆市跟湘川县有了非常密切的合作 桃圆市政府公安旅游局最近密切的在跟日本的几个主要城市签订MOU合作 湘川县绝对是我们重点中的重点 随着疫情区换 桃圆和湘川的直航已经在今年1月19号重启 两地直航今年迈入第十年 有助于加深双方的交流